大家好 911 911啊 这个20周年的日子啊 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啊 网上看到的最新数据 中国的外储余额啊 外汇储备的余额 2011年 就是今年啊 第一季度末 那就是三月底 为三万一千七百亿 三万一千七百亿美元啊 US dollar 看着不少吧 而外债余额 是吧 你还得欠着债呢 而外债余额为 两万五千二百六十六亿US dollar 两者相减 净外储余额 纯的啊 啊 这个是吧 你欠别人了 别人欠你的 加一块这么一算 是吧 为六千四百三十四亿美元 是吧 看着挺多 你还欠别人钱呢 对吧 有这个是吧 代方借方啊 我原来学过财快 1992年冬天 我在那个虎房桥 宣武区福州馆胡同小学 晚上学财快啊 福州馆胡同 就是小鹰子 林海阴 城南旧市就住在福州馆 他们家就是福州人 在日本也待过啊 福州馆就是馆义 那边是宣南 宣武门以南 那会儿那个公车上出啊 康有为 梁启超 什么这个湖广会馆呀 流洋会馆呀 南海会馆呀 那种会馆文化啊 要知道啊 2015年底 6年前 15年底 5年半之前吧 5年多之前 境外储 纯的外汇储备 还有2万亿美元呢 看见了吗 5年半的时间 13000多亿的外汇储备 没了 没影了 灰飞烟灭了 撒鸭子颠了 往哪颠了 钱进了谁的兜了 进了谁的账户了 跑到哪些国家 是吧 哪些公司 哪些机构 哪些个人的户头上去了 大家想想 是吧 有那些大的公司 大的寡头 在境外买买买 王健林他们 到马德里 买足球俱乐部 买酒店 啊 有的买酒庄 买科技公司 是吧 到2020年初 跌破了1万亿美元 到去年年初 你这纯外汇储备 已经没有1万亿美元了 现在就已经不到7000亿美元了 看见了吗 只有6400多亿了 数字是非常枯燥的 我说这些数据 大家可能没有概念 光说数据没有概念 也是鲜活的 立体的 是吧 但是数字又是鲜活的 我呢 给大家算笔账 或许您就明白了 我国指的是PRC啊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一年进口粮食 原油 石油啊 芯片 你没有芯片 你连开个增值税发票 甚至你开出租车 你打个给乘客打个票 打个发票 invoice 你可能都打不出来 对吧 所需的啊 光粮食原油和芯片 不算别的啊 那些奢侈品啊 包括这个国外的进口的鱼虾 为什么前一段 老是说那个大鸿门 水产批发市场 精深 老是说那个丰台跟大兴交界的 那个新发地 老是说人家进口的水产品 上面发现了病毒阳性啊 这中间有没有联系啊 你以后别吃了 啊 带毒 要你的命 你还那么馋吗 吃点棒子面不行吗 是吧 哎 吃点白薯 红薯 吃点地瓜 是吧 哎 吃点简单的 啊 谈不上吃精 吃好 咱凑合吃饱不行吗 哎 是这策略 别花那么多钱 咱省着点 是吧 让大爷们先花 让官老爷们 让红二代们先花 对不对 哎 给大家算笔账啊 我国啊 PRC啊 我国我国 对吧 我党 我军 我国 是吧 我们韭菜 我们代价 我们屁民 是不是 这个一年进口粮食 原油芯片啊 不算别的 就这三大项 所需的外汇 大约就是六七千亿 你现在纯的 你只有六千四百多亿了 当然你可以挪用一部分钱 你的外债 看他的长债期 什么时候需要还 也不会说这两万多亿 同时让你还债 所以他就闪转腾挪 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战 是吧 你得向人让步啊 多买人家农产品啊 对吧 所以你看美国的那个大豆啊 小麦啊 是吧 美国农民的腰包厚了 但是中国老百姓可能吃不上饭了 对吧 关键还有维稳机器呢 国家机器还养着几千万人呢 警察 军队 是吧 市政府 省政府 区政府的 县政府的 不得养着这帮孙子吗 你不养着这帮孙子 谁给党中央卖力气啊 哪天都攻到他们的营台了 攻到秦政殿了 怀仁堂了 菊香书屋了 是吧 这个玉泉山了 是吧 这个杏林山庄了 是吧 扶元门了 小钓鱼台了 对不对 人民大会堂了 是吧 不是就傻眼了吗 是吧 这还不包括医疗器械等高端的机械设备 去年我看有一个人坐机床的 那个他就说了 他指着他们家的机床 那机床除那外壳 那铁皮是中国的 里头全是人家外国的 刚才我做的节目高铁 明明是德国的 日本的 法国的 我听说某些部件还是西班牙的技术 你不得花外汇去买吗 你拿人民币 老说人民币国际化 什么这个国际货币一揽子方案 人家谁要你人民币啊 也只有伊朗 柬埔寨 可能北朝鲜 他凑合要你的 因为他被国际上长期的封锁制裁 对吧 医疗器械 对了 北京医疗器械研究所 还是我的客户呢 安华侨 南 露西 食堂是郭大姐 是吧 还有 你看粮食 石油 芯片啊 哪一件 哪一件啊 不是事关国际民生的刚需呢 当然是刚性需求了 对吧 其他的能省 这三样是绝不能省的 换言之 如果外汇存底低于六千亿美金 那么你吃的粮食 烧的汽油 用的手机 电脑 都会出现大问题 因为粮食 石油 芯片 都必须要有美元 这个硬通货 才能进口 你明白了吗 是吧 明不明白啊 啊 I understand 是吧 please 是吧 Gentlemen 昨天 还有人给我留言吧 还是前天说 我在北京啊 说你啊 你老是说中国经济不行了 不行了 我看北京 非常的繁荣啊 歌舞升平啊 北京 如果北京在市面上 就能看出来明显的 萧条 或者是物资供应不足 或者其他的乱象 那中国也就维持不了了 对吧 北京就是脸 是吧 可能身上 他有泥 他不洗澡 脸得洗吧 是吧 三年自然灾害 是吧 实际上是三年大饥荒 河南 四川 安徽 是吧 这个 甘肃 陕西 那各个省吧 湖南 湖北 都饿死了几千万 北京市范围内 可能有个别的 那个无保护 孤寡老人 没人管的 个别的 可能有饿死的 是吧 我估计不超过一两百人 但是 我也看大量的书籍资料 没有人的回忆录 提到北京有饿死人的 我们家那会儿也爱饿 但是谈不上饿死 有的人有腹肿 饿的腹肿 有这种现象 我们老家河北白洋店 我听我妈说 有一个孤老头子 就是没人没女的 他是饿死了 个别的现象 是吧 但是这个 北京 他是力保北京 江西饿死点人 湖南饿死点人 没事 是吧 外国记者 那个年代 你去不了那些地方 北京 有外国记者 有大使馆 所以说实话 像我是北京人 是吧 我是沾了一些光 沾了这些光 并不是说 这个执政的 这个领导阶层 多稀罕我 多待见北京人 是北京人 生在这地儿 确实 确确实实的 沾了一些光 不有这么句话吗 有福之人 生在大邦之地 有福之人 生在大邦之地 你生在一个繁华的都市 确确实实沾光 你包括上海 周围的江苏 浙江也都有饿死的 上海也几乎没有 爱饿有 饿死不至于 是吧 还据着这种